樂壇頒獎禮結束之後,最令人期待的就是金像獎啦! 今年頒獎禮將於4月14日舉行,而第一輪的入圍投票已經開始啦! 今年有54部合資格電影參選,當中熱門作品有《翠絲》、《無雙》、《倫樂人》、《逆流大叔》等等。 影后為英雄主演的翠絲只是報了女配角,反而首次挑戰大螢幕的胡定欣就憑著《逆流大叔》報名女主角。 而同片的余香瑩就只是報了女配角。 另外,在百科網站顯示,今屆將會由方力申和鄧麗欣擔任大會司儀,不少人看到都當堂客一跳。 不過,金像獎就回應,這件事應該只是網民一箱情願寫上去。